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4年06月07日 英格兰破冰无悬念 周六凌晨 国有赛继续进行 英格兰将在主场对阵冰岛 英格兰近年来阵容班底雄厚 而且实力强劲 近期热身赛状态更是逐渐往上升 此番面对各方面都不如挤兑的冰岛 英格兰有力击退对手 大家过往对英格兰的印象多数是球星多 但捏合不到一起 所以大赛成绩基本不好令球迷失望习以未尝 但近三届世界大赛 三师军团令人刮目相看 分别在2018世界杯闯入四强 2020欧国杯屈居亚军 以及2022世界杯止步八强 整体成绩相较以前有明显提升 这不得不提主帅修夫基 Gareth Southgate 即使一直备受外界质疑其执教能力 但他的确让英格兰成为了一个整体 球星之间没有争吵 只想为球队付出 这一方面 修夫基做得非常好 回归正题 金曝国有赛面对冰岛 英格兰肯定会继续练兵和熟练技战术 上仗对阵波斯尼亚 哈利卡尼 高尔彭马和特伦阿利山大阿诺等球员的状态不俗 特别是特伦阿利山大阿诺 此子被上提到后腰位置 他也收获了一个入球 此番迎战无欲无球的冰岛 英格兰绝对希望带着胜利进入到欧国杯决赛周的比赛中 冰岛是欧洲二流球队 他们曾有过连续参加两届世界大赛 2016欧国杯和2018世界杯的高光 不过自此之后 球队就被打回原形 经戒欧国外 十场小组赛指路得三胜一合六负 即十分排在组内第四 好在通过欧国联获得一个附加赛名额 但最终倒在了乌克兰的脚下 无缘欧国杯决赛周 经瀑国有赛 冰岛经其名单多数球员在北欧联赛效力 球员直速有限 而且最近两次与英格兰交手都输球 其间攻守严重失衡 得失球比为0比5 可以说 冰岛完全没有抗衡英格兰的能力 此番再占英格兰 冰岛输球无可避免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